这个中国统一 连岸统一 它不是一个机会统一 那么现在大陆方面 对和平统一这个政策 那么还是始终有一个坚持 但主要是考虑到 那么现在台湾老百姓 还是那么有 那么大多数人是支持和平发展的 那么最终会支持和平统一的 和平那么还是有它的机会 那么但是 这个 这个如果是 台湾分裂势力 那么敢敢 那么触动的这个 反规的国家法 触动底线 那就不管机会不机会了 对吧 只要是走到那一步 任何情况下 大多数方面都会毫不犹豫的 那么去把这个机会 变成事实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同时呢 你刚才在问这个问题 实际上告诉了 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实力地位 那么对比 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中东为什么这么乱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 有人问 是不是大陆 发起统一的这样的机会 为什么 中美实力地位的肖长 国际形势的变化 那么各国之间 关系的变化 在造就了这样一种大事 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态势 它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 那么人们会问 那么你中国大陆 是不是有机会 去制造这样一种态势 当然了 有这个实力地位 也有这个机会 去制造这样的态势 让美国应结不下 让美国无暇顾及 让美国左之右出 最后呢 我们以更小的代价 去解决统一问题 我想这个呢 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问题的一个方面 当然 需不需要 所以如果你是个 在运作这种机会的话 那么 那你的 这个解决的理由 后来解决的借口是什么呢 我的借口一点不缺乏 是吧 你看看赖清德的520讲话 到这个530接受时代周刊专访 到721民进党全代会 那么那个讲话 建议台湾组织定的国家任容 对吧 到823号战 到这个那个66周年那个讲话 到10月5号那个祖国论 再到10月10号 对于这样一庆列 排路论掉 他那个四个不变 那是胡扯 那是每一个都在变 实际上呢 我很这个 这个我个人来讲 研究台湾问题这么多年了 我在台湾有很多朋友 包括江文秀 我非常不希望两岸 能够走到那一步 但是你们现在这个领导人 有一句简单的话来讲 他的确是在裹挟着一部分人 坚定地走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 坚定地给大陆一个借口 坚定地在刺激大陆 那么你看 有关的跟铁 在这次联合力建 2021台湾方面的一些跟铁 那就说大陆利用这个机会 去一举出手 你就满意了吗 所以说呢 这样一种形式 这样一个问题 我认为呢 应该从多方面去考虑 多方面去看 这个的确 那么一件事 历史呢 往往是呢 没有新鲜事情 太阳底下 历史什么事情 左零六舍的事情 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规律都是一样的 那么反思一下 俄欧是怎么样走向冲突 那么巴以 什么怎么打起来 而且连连的征战 一直到现在 那么迟迟得不到解决 那么对海峡的谈 我认为呢 更好的启示 不是大陆是不是从中 去寻找 抓到或者运作机会 而是要反思 怎么样海峡两岸和平 怎么样去相处 领导人应该做 是不是应该 把老百姓的福祉 放在头位 放在头条 向大陆方面 这个扶贫 改善环境 发展经济 怎么样去 每天想 怎么样去 把这个芯片 这个去公关下来 让老百姓 过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 用这样一种 台中分裂 反中抗争 为先语 看到双手讲话里边 前半部分 将是两岸 这个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 很多的这个讲话里边 没有这样讲 对吧 而且他在讲建设的时候 他放在这个反中抗争 这样一个大量 这个前提之下 去推进 他的自己的建设 在里边 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借口 这样的理由 这样一些说法 这样一些自以为是 自以为不错的说法 只要美国点头就可以了 请注意 这是在给大陆 制造机会 的那里边 是在给大陆 的那里边 是在给大陆